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国宝级京剧演员朱露豪从小被送到剧校去练就了一身的本事 更以美猴王成为代表作 50岁那一年朱露豪从姐姐也是玉具名林傅瑞云口中得知 跟姐姐竟然是同母异父 这个时候她的身世突然清晰起来 这些过程在她进入我们的另外一个单元 我们的老台北的时候没说出来 可是在七十三遍这出新戏里成为了主要的骨干 故事工厂第十回的作品 七十三遍 可想而知这七十三遍就是从美猴王的七十二遍而来的 而朱露豪又是以美猴王著称 这七十三遍由编导王静敦从事创作 由朱露豪生平故事出发 曾经在20192020这两年巡影回忆演出 今年再度在台北台中而演出 是一出献给天下父亲们的戏 来到我们现场的王静敦 静敦编导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话题就是故事工厂的七十三遍 在访问他之前首先要报告一下演出资讯 我们的朋友可以现在赶快把它打字 进入你的手机 11月3号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11月5号星期天下午两点半 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 另外12月16号星期六下午两点半 晚上七点半 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 演出全长135分钟 购票的网站TIXFUN 静敦我们两个其实有一些比较老旧的关系 对 你的二叔王天元 已经过世的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 曾经他也是我的同学 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在你的整个家族里面 你们两位是为二涉入关于文学和艺术表演等等 并且以此为生提笔为生的人 来说一说你的创作的根源好吗 我是在要考大学的时候 才开始思考我要念什么 然后其实我念的是台中一中 并且我当时是数学理化推真进去的 所以我本来想当 理科的 对 而且我真的在高二上的时候念的是 我选的是李祖 那时候想当生物研究员或医生这一类的职业 而且你的学术背景 似乎在高中以前 是可以支持这个选择的 对 但后来我就是加入了国乐社 我在社团玩太疯了 所以整个成绩都玩掉了 但是吹得很好的笛子 对 那在选戏所的时候 是我哥哥先申请了台大戏剧系 那我哥哥他在高中的时候 他是做相声 是 然后也得了一些奖 但是他没考上 然后我就想说 会不会是个可能性 我就相信我的性向测验 性向测验说我应该去做艺术 我就相信了他 然后我就申请看看台大戏剧系 也听你哥哥来回头博一把 对 没错 然后想不到我就申请上了 然后后来我哥哥当然就没有从事这方面的行业 然后当他回头看我走这条路的时候 他的心得是 还好当年没有申请上 好辛苦啊 辛苦对 你曾经跟不少的剧团往来过对不对 对 什么东建体 东建体 我们访问过的 是 屏风表演班 莎士比亚的妹妹妹 也是也是个剧团 是 还有台南人剧团是非常知名的 对 也曾经有合作过 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台南人比较早 那我这几年比较经常合作的就是东建体剧团 我是那边核心艺术家 所以我大多数的编导作品或表演作品都在那里 那莎妹剧团的话就是通常都是当他们的演员 演王家明导演的作品 是 对 其实演他的作品就是在偷他的idea 我听说不管是在比如说电视剧的编导的制作这样的一个团队 包括演员在内 或者是舞台剧都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惯 就是我猜想是近一二十年来 就是演员幕后 主创团队 会会人员会相互流动 而且在不同剧团之间也会有一些合作 而且互相会灌输养分 对 因为大部分的剧场从业者都是自由接案 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要这个像游牧民族一样 是 对 哪有哪有饭就往哪靠 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玩 就是我们虽然还是会有一个可能比较常合作对象 但是每次会有不同的激荡的时候 作品的样貌就会一直有新的火花出现 对 这是我接案的时候觉得很好玩的 对 屏风表演班照说应该是我们这一代比较接触的多 可是你是怎么有机会跟他们合作的 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先考了研究所 但我考了就放着 我先去当兵 当兵回来就想要怎么再接续着剧场这条路 所以我就打给了故事工厂的艺术总监黄志凯 他也是我研究所学长大学学长 我就说 学长请问一下要怎么样一边念书 一边可以赚钱养活自己 那他那时候已经在屏风要开始推出作品 是 对 他那时候在屏风要做第一个作品叫疯狂年代 他就把我拉进去做他的助理导演 然后后来再下一个作品 国修老师的六亿帮 就也是找我继续做助理导演 同时我就继续演他们的那个小戏巡回 救国诸师会社演员 所以就这样子跟屏风刚好搭上了 所以有幸跟这个国修老师 就是他旁边见习了半年 这个见习会使你对于屏风本身的戏剧风格 或者是这个剧场的一般的组织和操作 有什么样比较重大的体会吗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剧团在那时候 可能很多人要校长兼状中 就是说他自己 一个人兼好几个活 对 兼好几个工作 但是在屏风就是很专业分工 跟现在故事工厂一样 所以我那时候做助理导演的时候 我觉得蛮幸福的 一个是我就真的只要做好 我分内的事情 其他事情大家会把它处理得很好 是 对 然后那当然看到国修老师 对于创作上的想法 就他很会玩 很敢玩 对 可以举例子吗 比如说他用歌剧的概念 来做这个剧场的配乐 比如说哪一个角色出场的时候 他的配乐应该是怎么样 那比如说当这两个角色的冲突出现的时候 他就把两个音乐大胆的同时放 对 他不会去 听不见也没关系 听不清也没关系 从音乐的角度来看 你可能就觉得这首歌的调性 跟那首歌又不见得合得在一起 但他就敢让他这样冲撞 然后让听觉上就会出现一种不确定性 可是这个不确定性就会 也许会把观众跟这个角色一起悬在那里 你就会紧张 我那时候听到这个就有 这个好新奇的一个作法 这样 对 那比如说他 那时候六亿邦他还用了廖田甸的故事 然后他用投影啊 来做这个飞贼啊 什么这些画面都很好玩 我觉得也影响了这个志凯 他的创作也是很敢玩 这样 对 你再回头往往再往前看啊 你考上台大戏剧系这个成绩 以及当时考试所受到的这些个 这个刺激或鼓舞 又有跟你后来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我在国中以前 就是所谓的自由生成绩都很好 这样那高中开始玩社团嘛 那刚考上戏剧系之后 其实没有想很多 那时候甚至也不觉得说 我一定会走向剧场 但是 我还记得第一天表演课的时候 就给我很震撼的心情 因为以前都在念书嘛 可是表演课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机会开始 借由表演去探索自己 我觉得我是那个时候才开始认识 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对 我开始会去想 原来我在遇到这样的情境 原来我的选择会是什么 然后才跳脱了念书这件事情以外 开始探索自己 是 对 然后我觉得 先不提创作的话 以自己的人生的话 很大的一个概念 好像让我有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更温柔的人 更对这个世界 更有感性 更有感性 对 就是我在意的事情 就真的不只是 我今天有赚到钱 能够有口饭吃还是怎么样 我更在意的是 做每一件事情的背后 他带给我什么 我能够透过创作 去告诉观众些什么 这样 我觉得这是 做剧场很大的意义 那就让我更有冲动 要立刻说 那这和你所处理的 73遍故事的 入入好 有什么关系 他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京剧演员 从小就进了剧校 而且很扎实的练功 各门各派都能够广泛的 这个博约而后继 可是跟你 这个好像搭不上一条路 可是你却要处理 他的人生故事 对 那时候朱老师 找到我是因为 前面我有一个作品 叫家庭三部曲 是三出戏 那就是在讲 不同世代的家庭议题 是 对 然后那当然 那三个议题 都是跟我比较有关的 比如说是 他可能跟多元成家 同婚 然后或者是这个 我自己爸爸妈妈的 一些相处的事情 那时候本来写完之后觉得 好像我想讲的 家庭议题的东西 差不多了 来讲一些别的议题吧 就朱老师就有吃饭 我们就去了那个明星咖啡馆 对 然后他打给我的时候 现在想起来其实有点会流汗 因为他打给我的时候 我还跟他说 老师我现在家庭议题 想先放一下 然后他就说 你先来再说 那我就听他讲了一个故事 燃起 我想要做这出戏 他那时候说 因为他妈妈也在唱歌仔戏 然后他爸爸呢 是跟着他到处跑的 爸爸是外省人过来的 但他就 然后他跟着妈妈演歌仔戏 有时候上 也上去串戏这样 所以平常他在聚校里面 周末大家可以来探亲的时间呢 其实他爸妈都没有办法来 所以每次都是 别人有爸爸妈妈来看 他没有 很可怜 终于有一天他妈妈在 他上课当中呢 来看了 还带了五爪苹果 对 然后他一看到爸爸妈妈来 他很激动 就是终于来了 结果他爸爸就走过去跟老师说 我这个小孩 你尽量打 对对对 就是如果这个不需要 尽量打 打死不用偿命 然后他那个时候 对爸爸的心情是很冲击的 我这么想你们 结果你却跟老师讲这个话 但是妈妈又带了 这么香的五爪苹果 我觉得他那个状态很复杂 然后他就说他在睡觉的时候 就都会闻那个苹果 闻到他干掉坏掉 对他根本来不及吃 他就一直要闻 对 然后其实在这里面 我就看到了一个父亲 对于儿子的期望 那我觉得这个 这样子的父子情节 在亚洲社会里面 尤其我觉得在台湾 应该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 就像我自己 我走剧场之后 虽然他们已经算是很放任我去做我想做的事 我爸还是会有一年就问说 那我也觉得我做的应该算小有成绩了吧 但他有一年就问我 你现在一年赚有没有50万 我说 那个时候 我说当然没有 你在想什么 然后我马上看到我爸那个担忧 跟觉得你这样子未来怎么办的那个神情 他其实是关心你 可是在我的眼里看来 就会觉得 我那时候二十几岁 我已经至少有案子接 我也没有跟你们要钱 已经不错了吧 你为什么还要给我看那个表情 所以我就在这里面找到一个我很有感的 就是对于 你们都有一个对你们的期待很深 但是对你们的忧虑也很大的父亲 对 那明明是爱 可是却压力很大 那所以我要怎么样在这之间 既兼顾到这个父亲对我们的担忧 可是我又能够好好的做自己 那以猪若好老师为例 他已经前半生不断的在往爸爸 这个要他去的路迈进 那这个73变变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如何可以从爸爸的这份情感里面 算是某程度的释放解救自己 变回我的本心 变回原来的自己 所以这个戏也可以说是有传记的意味 但是也不见得完全是按照朱鲁豪老师的打造的 是不是 对 属于你不能说捏造 但是起码是你补充跟添加的 应该又可以谈一谈 这里面关于其实几乎前半生 几乎是来自于老师的真实的故事 这个前半生就包含说他有一个唱玉剧的姐姐 是 那以及一个唱歌仔戏的妈妈 然后呢 呃这个外审的爸爸 以及刚刚讲的比如说苹果的故事啊 然后比如说还有老师里面提到说 他有一次演出的时候 他炫子 打炫子 打炫子没有炫好 还是棍子没接到 我忘了哪一个 然后他说他一结束的时候 那个木降下来 老师就冲上来 要揍他 对要打他屁股 结果那时候木不知道又出了什么问题 很戏剧性 但这是真的 那个木又升上来了 所以全部的宽众要走的时候 就看到他在台上被打屁股 所以跟进去这些相关的事情呢 其实几乎都是来自于老师的真实的生命 但是我们在里面就是让这个 呃我们的主角叫露天豪 嗯 好就是戏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不再做进去 就是影射诸如好 对 对 露天豪 对 就是他不再唱戏了 因为爸爸过世之后 他没有办法再唱下去 好 因为这后面有一些故事 那他呃成为一个那个广告专员 嗯 那他以前是别人服侍他 因为他是名角 现在他要服侍别人 嗯 对他变凡人了 他怎么继续他的人生 那这时候他的姐姐 是 在玉具名林 其实还是很希望可以 呃让他继续唱戏 那他的老师也回来要他唱戏 所以他现在就面临一个选择了 我要继续走回爸爸要我走的路 还是我要走自己的路 嗯 然后在这个挣扎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他的记忆 他爸爸的记忆 以前他是怎么样走上这条路的 然后最后他 他处理一些flashback 诶对 对 就是会看到说 爸爸来了 当时是怎么 他们是怎么被送到居校的 然后他怎么样被打 怎么样吃这个苹果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 呃 借有一个契机 我们让玉具歌仔戏跟金戏 三个戏串在一起 演了一小段三打白骨精 嗯 对 这个很特别 因为在玉具歌仔戏跟金剧 嗯 在完全不同的剧中 对 他都有这个剧目 对 都一小段 嗯 我们这里面是用了一个手法 是这个爸爸呢 其实他生前有一个愿望 嗯 因为既然我们一家都是戏曲嘛 是 很希望可以让这三个人 都可以同台演戏 对 但是在他生前 一直没有完成这个愿望 嗯 对 那今天露天好 刚好接到一个企划 就是要做72遍手游 是 对 这是game 对 一个game 对 然后在 手机游戏 对 然后 呃 他就借由了这个机会呢 然后 在 父亲的回忆当中 他发现了爸爸写了一个剧本 然后但这个剧本很烂 嗯 但是把这三个剧种放在一起 他就跟他姐姐想 诶 那我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来完成我们家族的这个遗憾 嗯 所以他就 透过这个方式 在这个手游现场 把这三个串在一起 那我觉得演员也很厉害 除了我们有朱鲁老师的徒弟秦朗来演金剧之外 是 对 这次演姐姐的林嘉丽 他就是要来学这个玉剧小小的身段 他原先没有学过 没有 然后再加上立音姐的歌仔戏 立音姐是真的会唱歌仔戏 他是演妈妈 妈妈 嗯 杨立音 对 然后我们戏里面歌仔戏那怕唱词啊 甚至是立音姐帮忙写的 他自己等于编剧了 对 而且他很快哦 因为那时候我在发愁 想说怎么办啊 这个我也不会写这个东西 立音姐就忽然跟我说 你跟我讲情境大概是什么 我等一下就给你 因为歌仔戏演员很会 那个及时发挥 他们会在台上写歌词 嗯 我就讲一讲 没有 杨立音特别吧 哎 没有 我歌仔戏演员其实都蛮厉害 但立音姐当然他就 就是真的熟门熟路 是 所以讲完一下 他就他就突然说 好什么什么掉 什么掉 好来 然后音乐坐下去 他马上就唱起来 然后就 就是完成了这个 我本来很担心的一个段落 然后 这个不得了 这个演员还要负责 帮忙编辑 对 所以我那时候19年创作这个 我觉得好幸福哦 因为里面的金剧打斗的段落 是他编的 然后我就觉得 每天都看到国宝级的演员 然后在我面前创作 然后我还可以点菜 说老师这边可不可以再怎么样一下 他就跟那个演员工作 然后所以里面可以看到 非常精彩的金剧的身段 然后还有打斗的段落这样 可以越略的描述一下 这三个不同的剧 一种在处理三打白骨精 这一个肢结啊 有一些什么样 特别需要表现的趣味吗 他一开始的时候 露天好的挣扎就是 他想要用传统的金剧来做 这个手游的企划 但是面临了主管的 因为主管不认识金剧 他就觉得说不用 不用弄什么 就他就想把这个金剧弄得 很不入流就对了 对那后来他想到的方式是 他就是让他自己来演这个美猴王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他进入凡间打妖怪 打着打着 这个白骨精就出现了 然后白骨精就是林嘉丽演的这个 欲聚名林 然后这两个人开始对打 那在这里面还有一个设定是 林嘉丽他演的这个姐姐 其实后来也离了癌症 所以他很想在自己的身体 还可以之前完成这个愿望 所以他打着打着 身体出了一点状况 然后这时候妈妈在台下观看 看到自己的小孩 我个人很喜欢这一幕 妈妈看到小孩出了问题 他也不顾大家在现场 在期待什么了 他冲上台然后抓起自己的女儿手 跟我说就是 不用怕对我来 他讲林姐每次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们真的来剧场听 他讲这句话我每次都会想哭 就是妈妈那种毫无保留的 小孩不用担心 把他叫到后台去 没有叫到后台 他直接就是唱了我刚刚讲的那一段 就说大家不要怕什么什么 我们怎么样那个来去西天取经 怎么样 就是我会来解决这一切 所以这三个剧种大乱斗 然后在这当中 这个陆天豪想象的父亲 因为他毕竟做件事是为了爸爸 他想象如果爸爸还在 他们进入了一个有点像是 魔幻写实的时空 然后他跟他爸爸有一个精彩的对打 是对然后你就看到朱老师的身手 速度丝毫不减 跟他的爱徒在台上对招的时候 我还记得手演的时候 他们打着打着 观众就是超级热烈的鼓掌 对所以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段落 是 今天进行的娱乐红发单元 访问的是王静敦 故事工厂73遍要去看哦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娱乐红发单元 访问的是编导 王静敦 静敦我们带来的主题是 故事工厂的一出戏 这出戏已经演过两次巡演了 这是第三次的巡演 在台北和台中 分别是 11月3号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11月5号星期天下午两点半 地点是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 至于12月16号星期六下午两点半 以及晚上 当天晚上的七点半 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 这等于是四场演出了 各场全场大概是135分钟 购物票网站 Tix Fun 这个静敦 你在学院里面也接触过这些不同的剧种 包括地方戏剧 最初的印象 以及后来当你自己开始操作 要把不同的剧种 融合在一个舞台之上 这个里面还要发挥感人的作用 跟动力 台南这个演变如何 我觉得在我们这出戏里面的话 用最多的当然是美猴王的身段 然后我们以前上的时候会讲到戏曲的城市化表演 那我本来以为每一种都有很不一样 但后来发现其实不管是歌仔戏 玉剧或者是金剧 它其实蛮多身段是可以相通的 类似的 对类似的 我是这次真的才知道 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带出来 每一个剧种带出来的温度就很不一样 比如说我在甚至上大学之前 对金剧最开始的印象是台式以前 有一个叫戏曲你我他 好像是这个 然后我记得 戏曲你我他 对 然后我好像是礼拜六下午 把会放 然后那时候就家人去睡觉 我会在电视前面看 你就看金剧 对 因为我很喜欢看 你经典啊你 我就去看他们打架很有趣啊 小时候 对 然后比如说看他们就是在 踢这个武器 有没有 空中飞来飞去 打出手 对 所以我个人是很喜欢看金剧的武器 所以这里面 这次我们就有了特别多的武器 对 那歌仔戏的话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相对包容性非常高的剧种 是 因为它从歌仔戏 我们说Opera 它经历过日志时代的时期嘛 所以它其实 这个我记得老师以前跟我们讲的故事呢 就是日志时代的时候 其实不能演歌仔戏 所以警察会来看 就是你今天演的是什么角色 所以他可能本来演的是歌仔戏 然后远远看到日本警察来 就会突然会有人后面是穿着那个 比如说日本的衣服拿武士刀 然后就突然变成日本的角色 然后但是 可能是因为这样 就让它是一个这个包容性很高的一个剧种 然后也很热闹 也就是说 藉由这些改办 让它这个剧种可以存活下来 对 然后记忆也可以传承下去 大家也要有口饭吃 对 可是它就面貌也变得非常多元 对 然后尤其是那个像 京剧的话 他们基本上唱词都还是会先写好 但歌仔戏很多时候真的是 临场的 就像我去年 就是跟沙灭剧团合作 一出叫五体岛 他们是跟明华原天团合作 然后那时候我们有类似一个 这个前期发展 然后那时候 我们这边是现代戏剧 然后天团是歌仔戏 我们就那天有一个PK 就是我们来PK一个即兴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现代戏剧的方式即兴 然后他们就说 那你们要演什么 我们就跟他们剧情讲一讲 他们现场直接唱什么词 然后曲 然后什么曲牌通通都有 然后我们看我们在下面瞠目结舌 就是他们仿佛已经排了 十遍还十五遍的这种 然后每个人都知道彼此要干嘛 可是全部是即兴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是 包括走位也都是 包括走位 然后他们有时候就是会随时眼睛看一下 就是就知道换我唱了 然后比如说一个曲牌里面 可能前两句他唱 后两句是他想要换别人唱 他还是前面唱了两句 然后给他一个眼神就唱 然后就听他们讲了很多 他们出去演戏的小故事 比如说他们要整那个某个演员 比如说某一个演员 特别怎么样 他们今天就想整他 特别机车 对 然后他们就会说 我们今天他换他唱的时候 然后他眼神可能跟我比了说 我要唱的是A曲牌好了 他就顾一下B曲牌 或者是顾意越演越快 让他来不及唱完 就听了很多这种 会整到吗 会整到 还是会整到 会整到 可是因为他们都在这个妙演嘛 然后观众其实今天来也是一个很轻松的心情 有时候看 没那么在乎 没那么在乎 看他们出洋相也觉得好玩 然后他们甚至会演一演 然后就唱流行歌曲也没有关系 就是跟金剧很不一样的地方 那金剧的话 这表示他们在平常锻炼的时候 也是采取这种 带有极性的手段 没错 但是这个并不见得只是不好 就是不熟练或者是闹 那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 很高度而全面的创作能力 没错 所以我觉得歌仔戏厉害 就在像明花园 可以把它带到 成为很精致的 进入这个剧场的戏剧 然后它也非常精致 有很大的高度 比如说像唐老师的那个 唐美云和歌仔戏团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 它就很唯美 然后很精致 但是它同样的 同一个剧种 它一样可以在庙口 跟普罗大众 这个对 让他们消等开心 所以我觉得歌仔戏是一个 这么样兼容并须的剧种 是 这个也让我可以说大开眼界 对 那像玉剧的话 我对玉剧的印象 我那时候看到的是 那个《红楼梦》 那对我来讲 有一种很奇妙的 最近有一个词 看大陆的戏 常会出现叫丹美 丹美 对 丹逆的丹 丹逆的丹 也有文化 其实会这样讲是因为我那时候看玉剧《红楼梦》 那《红楼梦》里面其实 男欢女爱嘛 但是 里面的所有的男生呢 也就是贾宝玉 也都是女性扮演 因为玉剧基本上就都是女演员 那扮起来那个男生都俊美的不得了 然后你又看到他 你知道他性别是女生 然后再跟这个林黛玉也好 薛宝钗也好 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画风就觉得 好美哦 那没办法 《红楼梦》本身这个原作 那些人 在你来我往的时候 都才十二三岁 他根本还没有发育完整 对 但是就会带着这样子的 这个 很漂亮的滤镜 在看这个 对 但是当然玉剧也是有其他不同的戏 对 刚刚你讲的这个性别是 因为都是女性 有一些特殊可知 创作者发挥的地方 对 然后 但是 其他的剧种 我的印象就来自于老师课堂上放的 对 那其实玉剧也还是会有打戏 所以像我们戏里面这个白骨精 他也是学了这个 玉剧里面的一些身段 然后会跟我们的美猴猴猴 会有对打 是 好 那么 在这个融合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原先在你的编导的概念里面没有出现 可是忽然临场会有 也就是说 不见得是极境 但是是改变了原先创作设定 其实有 就是歌仔戏这一部分 因为我当时写剧本写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其实不知所措 因为有三个剧种 所以我只是很简单的写了说 就是这时候谁是白骨精 谁是美猴王 然后在场上有一段精彩的演出 类似可能只写这样描述 好啊 对但其实到现场之后真的蛮像是朱老师也帮忙 然后丽莹姐也帮忙 就是一起来创作这一段 然后老师就说 那你这篇期望是怎么样 我说我要看到美猴王登场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怎么把那个丽莹姐串进来的时候呢 其实不知道怎么救 然后那时候就 我忘了是谁提了一个就是 这边既然出了问题就让妈妈出来救场 所以才会有刚刚讲的那个 免惊对我来这一段 所以等于这这段真的蛮像大家集体即兴创作 我自己甚至也编了一小段 现代舞放在里面这样 是 对所以 你自己也登台吧 我这次这次登台 之前没登台 可以谈一谈你的登台 真的就是紧张 每天再打13响 什么角色 我就是演里面 这个等于是朱露豪老师的身份 陆天豪 就是 算主角了 也就是比较年轻时候的 对对对 那观众会发现有点嘴软 是因为等于这次要编导演 全部凑在一起的时候 心情还是蛮紧张的 那也因为里面 当我变成美猴王的时候 其实就是朱老师的徒弟 秦朗会来誓言 因为要花眼 他要打 他要打 对 但我在前面中间 后面还是需要有一点点身段的展现 那我就是从得知要演的那天开始 我每天都在打13响 怎么说 因为里面有一段是 秦朗演的这个角色呢 他反而要演一个不会金剧的人 我就另外一个角色 然后我要来教他 所以很有趣 不会的要教会的 对 所以 然后 然后他的挑战就是 他本来很会 他要演不会 我还记得排的时候 就跟他说 你这边姿势 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正确 不然等一下我要做的时候 看起来很糗 然后我就是问他说 会不会13响 他说 会 然后他就打708落 然后我就要迅速的 打完一套漂亮的13响 那当时首演演这个角色的是我学长林子恒 也是很厉害的演员 他当时打得枝漂亮 那我这几年就是演戏跟倒戏或写戏呢 就是各三分之一 所以突然之间要打一个这么漂亮的13响 我现在还是蛮紧张这个事情 所以我每天起床就是先来拉个金 先打个13响 那二来另外一个紧张点是 这个戏是19年演 那我爸爸是17年过世 所以19年的时候 我觉得这出戏陪伴我 去面对我对自己爸爸的思念 他陪我走过了这个心情 让我学会跟我自己爸爸的遗憾和平共处 但这一次到要真的下去演的时候 我觉得那会触碰到心里 对父亲真的很深的一个情感的连结 对所以那又是自己写的词 那当时写这些词的时候 就是台词就是 当然就是想着爸爸写嘛 那你先要自己讲出来 现在想到都会觉得 要加油这样 有的演员也不是戏曲演员 比如说待会下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要讲的第一个人物就是朱德纲 有些什么特别的表现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 编剧导演王静敦在我们的现场娱乐红帕单元 我们带来的主题是故事工厂的七十三遍 发想自京剧大师朱乐豪生平的故事 虽然有所改编 但是我相信这种改编 更能够贴近许许多多 不同世代的父子之间 有一些小小的冲突 以及不可言喻的那种情感 七十三遍 故名思义从七十二遍而来 他最后那一遍 多出来的那一遍 是要变回自己吗 先把这个概念说一说 我们再说出我们的朱德纲 好 这个戏名其实是艺术总监志凯 他想到的 黄志凯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想剧名 他就觉得美猴王七十二遍 那我们多一遍是变什么 因为七十二遍 每一遍他都是在变成别的东西 但是自己是什么 那刚刚提到 我觉得在亚洲台湾的父子之间呢 其实往往是很压抑的 爸爸有爸爸的期望 儿子也有儿子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两者之间呢 又不会是那种明着吵 我要怎么样在这里面找到平衡 对 所以其实这一遍就是 我们这次不要变别人了 如果能够从爸爸的期望里面走出来 你自己是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这里面的陆天豪呢 他就是他前半生是这个金句名角 但是后半生他本来以为他不再唱戏了 叫做做回自己 可是会不会这一遍其实发现 其实金句也是真的他想走的一条路呢 这个就是观众可以进来跟我们一起解答的事情 其实他不会变成他物也无法变回本身 或者说对自己的这个认知 还在继续捉摸之中 但是这个不能说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其实也没有到那么不信 其实有就是他我们刚提到前半生 他觉得他是在服务他爸爸 因为家里穷 所以送去巨校就不用花钱 那你成了名角赚了钱养家这样 所以当爸爸离开了之后 他去成为广告专员 他不再唱戏了 他以为那是他自己 可是他 但其实这个某个程度好像也是一种赌气 我为了跟爸爸前半生的期许对抗 去做了一个爸爸叫我不要做的事情 我以为那个叫做我自己 可是有时候走到最后发现 其实不知不觉 不管是爸爸期许 或你自己想做的事 搞不好已经走在同一条路上了 也不一定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很怕长得很像我爸 怕长得像他 对 因为我爸胖胖的 胖胖的脸就那个 满脸横肉 那小时候就觉得说 我一定就是不要长成这样 所以我还记得小时候也是看镜子 然后你就 那次看的时候 突然发现美宇间有爸爸的样子 吓一跳 那时候真的心情很差 小时候可能七八岁的时候 但是在我爸爸过世之后 你就开始发现 其实挖掘到越来越多像爸爸的地方 然后你开始觉得 很好 因为觉得爸爸没有离开你 没有离开 对 不管是爸爸 以前觉得爸爸很固执 结果发现 我现在比他还固执 对 那其实他的固执是 他想把很多事情做好 或者是他有时候对家人 就是很小时候觉得过分的关心 现在巴不得有这份关心 是 对 所以 其实这一遍最后就发现 其实父子之间不见得永远是对抗 你们需要的只是彼此理解而已 从演员的角度来看 这个戏 当然他有这个melodrama的架构 可是他也有一种 好像跟台湾的社会 有一些密切呼应的写实成分在里面 是 有一位曲艺演员 朱德纲 他每次演什么戏 我看到都会给我一些非常大的惊奇和意外 就是他这个也可以演 甚至有的时候我在偶像剧里 不小心看到 那也会停不下来 谈谈朱德纲在这个系列的表现 朱老师是这次我们新加入的 这个心血 那 但其实他第一次也算是有一点加入 怎么说呢 上一版的演员是袁顺 顺哥 然后我们刚提到屏风嘛 其实他们都会演到一个很有趣的角色 就是国修老师的爸爸 因为国修老师的爸爸是智鞋的师父 是 对 而且就是做这个传统戏缺 对 然后他以前是在那个中华商场 对 那朱老师呢 是真的曾经去找国修老师的爸爸 做鞋的 是 然后当时也是要这个 要付钱嘛 然后国修老师的爸爸就说 这个钱不用付了 那你以后要怎么付 用你 就是你以后接下来 你成绝 你穿的是我的戏靴 我觉得我与我荣焉 这就是那个 你要付我的东西 然后当时听到这段也是 好感动 然后 因为写这个戏的时候 国修老师已经不在了嘛 是 然后那国修老师也写过一出戏叫做 精细启示录 所以当时碰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 好棒 我的戏里面可以有一个这样的角色 那因为他是外省人 讲的是这个 有外省的口音 所以那时候顺哥就找了 朱德纲老师 来教 来教他说这里面的口音 要怎么讲 对 那结果这次呢 朱老师就要自己来演了 是 对 那只要演到这个角色呢 就是同时演到 刚刚讲的制邪师傅 也要同时讲 演一个非常本省的人物 就是 朱老师小时候 隔壁杀猪的一个人 因为那时候 那个 他听说他们家小孩要去 学 学戏 学戏 就很看不起 这个看不起来说 因为小时候朱老师是瘦瘦黑黑的 然后就说 就觉得你长这个样子 去学戏 你给我演什么 我看顶多演个猴吧 想不到还真的演猴 可是演的是猴王 是美猴王 是 对 所以 朱德公老师这次就一样要挑战 这个很local 很本省的 这个讲台语的杀猪城 但又要演这个截然不同的 制邪师傅 那还要演里面路添好的 这个 他戏里面的学戏的师傅 所以他等于有三个 很截然不同的角色 要去处理 是 到处都可以看到刘珊珊演 他在这个戏里面 他这里面戏他演的是那个 陆天豪的外婆 对 因为小在朱老师小时候 他爸爸妈妈去演戏 然后他去这个学唱戏之前 都是他外婆在带 那他外婆呢 是客家人 所以这里面 珊珊姐其实也要讲一些客家话 所以为了符合真实的情况 对 他就我们这里面大部分讲这个所谓国语 但是呢 他里面会穿插一些普通话 然后他里面这个外婆 我觉得是一个很强势的角色 就是会叼着烟 然后对所有事情都不满 然后赌博 等于跟角色 打四色牌 所以这里面他会跟朱德刚一起打四色牌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女生的样貌 很不一样 就是很有 就是会一言不合就翻桌的那一种 对 然后珊珊姐在这里面 就是演一个这么强势 然后呢 就推着里面的爸爸就说 你现在小孩这样子我也不会教了 你如果他跟着我以后 就是一样跟我赌博抽烟 你看你要怎么样了 就是反正家里没钱了 对你要怎么样 所以才会把他送去拒校 对 然后里面陈宜恩的这个妈妈就很不舍 他饰演的妈妈 陈宜恩 陈宜恩 对 然后饰演爸爸的梁允睿呢 就好好跟他讲 他就说 对啊 你看 跟妈妈以后就是抽烟赌博 去学戏的话 今戏里面中校结役 好不好 人也教好了 对 人也教好了 就这样说服了他 把他送去了 这样 对 不过怎么 不管怎么看 这个戏都有一种 替下一代的这个戏曲学校来招生 像戏曲学校还听老师说 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他们以前早上三四点啊 什么要干嘛起来含嗓啊 什么的 现在没了 不准打不准骂 不准打不准骂 然后 六日还可以放假回家 还可以见家人 所以是完全 完全不一样了 对 是 在 演出了第三轮了 你对这个戏 还有一些 比如调整 或期待吗 我相信 每一演一场 都要动一动 是 是吧 那你 你对这个戏 从第一场演到现在 做的调整里面有哪一些你觉得 是比较特别的 有一段是 其实还不知道有没有空间放得进去 但是我很想家 但如果最后大家来看没有家的话 就是恭喜你今天听广播听到这个故事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爸爸过世之后 我会梦到他 或我妈妈过世我也会梦到 那其实有时候是梦到他们对我们的担心或什么的 那朱老师在去年还前年他就讲了一个他的梦 我觉得很感人 他说他梦到了 你看他也是自己做爷爷的 的时候的样子了嘛 但他还是梦到他爸爸说 他爸爸带着以前的他 然后带着他去一家又一家不同的这个剧团 或演出的单位或剧院也好 一家一家带他去面试 然后去跟他说 我这个小孩很棒 给他一个机会或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就很想把这段故事 有没有机会 偷偷的藏在戏里的那一段 对就是会想要 再让观众更深刻了解说 其实爸爸走了这么久 但是他好像在我们的心中 还是一直在守护我们 因为曾经理解爸爸对我们的情感期待 所以其实我现在会做这样子的梦 带着孩子走向全世界 对 看哪里可以容纳这个孩子 对 也有一点悲惨是不是 我觉得到 因为毕竟因为老师梦到的时候 他已经就是是个 就是一个现在明星嘛 对 但是好像他心里还是藏着小时候的自己 就是 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到敢做 把这个梦做回来 对 不然他小时候做这个梦 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 有没有 就是爸你不要再带我去面试了 我还不够好吗 可是现在我够好了 我敢做这样的梦 我觉得 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故事又掉泪这样 整体的来说 不同的演员 尤其是不同剧种的出身的演员 甚至还没有受过训练的演员 在这样一个以金剧为核心的 这个应该说是戏剧表现上 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把大家的表演调性能够走在同一个质感上是比较难的 对 比如说像 朱老师因为他身上有 这个戏曲的底 或像丽莹姐他是走过歌仔戏的 所以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 又是比较年纪比较相仿 所以他们的表演的味道比较容易 对 比较容易融合 对 但是像陈以恩或梁允睿 他们是音乐剧 现代戏剧出身的 那他们是反过来要去演当年的那个人物 所以怎么样让抓出他们身上那个当年的气味 我觉得是比较不容易的 那这中间其实大家彼此也都很帮忙 像丽莹姐就会提到说 我们那个时候的女人怎么样 就可以给以恩做参考 对 那云瑞他也会去观察朱老师的行为举止 然后把它放在表演里面 所以其实 那作为导演就会努力想把他们的这个调性 放在一起 不会说好像是大家不同背景 东抽西聘 11月3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 11月5号星期天下午2点半 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 另外12月16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 以及同一天晚上7点半 台中国家歌剧院总剧院 购票网站 T-I-X-F-U-N T-X-F-U-N 七十三遍